你好,我名字叫张伟 我来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我这次参加雕塑展的作品 名字叫《成鸾叠杖》 是一组用钢板螺栓弄在一起的 然后是表示山水的一个画卷 这里非常美 因为我做的作品都跟风景有关 所以说我觉得作品还是非常合适的 在这里展示给大家 可以了 我的名字叫于凡 来自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 很荣幸这次来参加邦迪海岸雕塑展览 这次参加的作品叫做《包裹的马》 是一个看起来像马 实际上你近看又不像马了一件雕塑 我的家乡是青岛 青岛又和这个邦迪海滩相似一个风景 在相似的位置上 青岛搞了一个雕塑博物馆 我的作品也在那展出过 也长期陈列过 现在也有 所以这次很高兴过来 我觉得有很多的熟悉的感觉 但是邦迪海滩我觉得规模更大 更国际化一些 非常高兴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我叫王伟 我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我这次参展的作品叫做《行》 是一件青铜作品 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少年 行进当中 即使你很难说他是前往 也可以说他是离开 而且这个作品的摆放的位置 正好是面向东南 北京是在西北 他是正好是从北京来到了悉尼 来到了邦迪海岸 大家好 我是沐伯言 来自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 我是一名教师 我这次参展的作品名字叫《牙》 牙在汉语的翻译中有很多意思 有水边的意思 有岸的意思 还有界限的意思 所以说我的作品放在一个环境里边 我觉得想表达一个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 来到悉尼是第一次 这个海岸很美丽 很健康 很有活力 我觉得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OK 我叫曹辉 也同样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能够骑辆自行车到澳大利亚来 然后呢 如果能把我或者是我的自行车留在这 我家很高兴 那想要留下我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希望 能把一个自行车搁在美丽的澳洲海岸边 到了冬天的时候 它能否经过海水把它冻起来 反复的形成一个很美丽的景观 好像这气温不够低 不能够结冰 所以我就用汉白玉实现这个梦想 把我这件作品送到了澳大利亚 这个半地海岸很美丽 给我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谢谢 我叫胡千纯 我来自中国中央美术学院 我这次参加这次展览的作品叫做画房子做房子 其实这是我跟小朋友合作的一件作品 是先让小朋友先把它印象中的家乡景象画出来 然后我再用干板进行切割 切割完以后是未来是放在城市空间的 这样小朋友从小就有一件作品 跟他的家乡产生关联 我觉得这次参加这个展览对我的意义 也就是说那组作品本来反映的是中国的一些城市空间的这样的景象 然后现在把它放到了这个邦代海滩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本身对于作品来讲 这种环境的改变可以进一步丰富这个作品的意义 以及它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感谢观看